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有一個網路行銷懶人包的學員 大概看起來應該快60歲了吧 然後呢他報名這個網路行銷懶人包的時候 他很害怕就是不曉得學多久 然後不知道能不能學的會 那後來他確定報名之後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他從基礎開始問 包含他電腦根本就不太會用 然後手機也不是那麼熟 所以在經過了大概已經半個多月了吧 他現在自己的blog已經至少把它架出來了 然後Lightat這個帳號也已經啟用了 今天剛開始啟用 然後他把他的他想要賣的產品放到這個Lightat的這個動態消息裡面去 我覺得我蠻佩服他就是 像有些人年紀比較大都不太好意思問問題 可是他不會他就一直問一直問 那我也跟他說 你也不要怕說那個問的問題很白癡 或者是很基礎 其實沒關係就是問 反正你當了我們的會員 你就是盡量問就對了 那我也知道五六十歲以上的人 他們本來就比較不懂電腦 尤其本來就很少用的人 然後後來又有了手機 然後你現在網路行銷現在真的很麻煩 就是除了電腦要會 手機也要會 真的很麻煩 然後Facebook也要會 Lightat也要會 電子報可能慢慢的 我不太會建議年紀比較大的去使用 那社群平台要用 然後這個今天他傳了一個 他不只把照片登上去 他就自己用手機拍他的產品 我跟他講說 沒關係那你不太會寫文章的話 我們除了文章之外 也可以去搭配影片 所以他就拍了一下他的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我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那個影片我看完之後 我就很想問說 那個產品有沒有 兩金勘吉的造型 或者是那個 那個兩金勘吉跟誰 跟蠟筆小新的造型 因為他那個產品就是 畫眉毛的那個工具 我本來看不懂 後來看到後面的步驟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使用 原來是用來畫眉毛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工具 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加一下他Light 在下面的連結 我跟你分享一下 就這樣子 沒事 拜拜 拜拜 來吧 你 有嗎 我來看